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3月6号的每周华尔街 我是中文投资网分析师汤姆孙 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股表现依然是非常的强势 主要是受到美联储这样一个积极评论的这样一个主要影响 而纳斯达克指数时隔15年是再度的站上了5000点的这样一个关口 这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那么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呢 很多投资人将会看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农就业失业率 以及下周一将会出现的这个苹果的Apple Watch的发布会 那么市场是否会继续保持现在这样一个强势呢 以及未来市场我们需要看到哪些热点 下面请看我们前方记者发挥的一周回顾 以及我们贼老师做出的这样一个盘前分析 和我们汪文王老师做出的这样一个一周的 未来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观点 好的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美股走势 周一美股是低开低收 能源板块收到油价的拖累而领跌大盘 连涨另一周的网络安全板块在周一是集体跳水 周二周三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山发表讲话 表示在未来的几次会议当中都不会加息 耶伦是重申耐心的措辞 表示只有当美国经济持续走强 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的情况下 美联储才会做出加息的决定 周一美股是高开高走 欧元是低开高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再创新高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自2000年3月份以来 首次突破了5000点 美股周二是低开低走 道指在盘中的跌幅超过了140点 但是分析师表示 在昨天道指创下了历史新高 纳指15年重返5000点之后 今日股市的回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周三美股是低开低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连续两个交易日大幅下滑 今天引起大盘走低的主要原因是 ADP私营就业数据比起上月同期下滑了15% 该数据是使得投资人开始担心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当中 投资人将会更加关注薪酬增长的状况 周四美股市高开 主要原因的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是乐观的指出 量化宽松将会帮助刺激欧元区复苏 直到通货膨胀达到2%的目标 欧洲央行此番购买欧债将会于3月9日开始 规模将会是每月600亿欧元 约合664.9亿美元 大家好 在美股周四的盘市当中 我们看到了个质数超低反弹行情的出现 市场高开高走 小图上涨受盘 标普正如预期那样 在测试货关键支撑点位2090点后出现了反弹 就反弹的幅度上看比较温和 这与明天找盘关键的非农数据的发布有一定的关系 从整个的盘市场来看 投资者还是比较乐观的看待明天非农数据的发布 对市场的影响 日内市场的交通情绪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多数是呈现出恐慌的 但是技术上看 个子数依旧在多方的监控下波动 对于明天周五的盘式来说 个子数透露出来的是较乐观的态度 由于个子数的多段信号没有变化 我们继续逢低买入 并关注拉升行情的出现 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的盘前3月6号 那么非常遗憾 我们今天在盘前是没有办法 就是给大家直播这个 南方Payroll的result 那么这几天的股市呢 比较的沉闷 涨涨跌跌 so far我们整个的一个week 应该是flat 那么从纳斯达克昨天的走势来看 由于这个生化股 收购了PCYC 215亿美金的deal 银行这个股票加上现金 使得这个整个的BioTech 出现一个breakout 大家都知道这个BioTech 是最近整个股市里面的一个leader 所以今天我们昨天可以看到 整个的NASDAQ走势呢 非常的强 虽然苹果呢走低了 但是没有影响这个NASDAQ 保持一个强劲的一个走势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NASDAQ Composite 昨天应该是一个十字 在连续夏天以后走出了一个十字星 最高的收盘 最高的点位是4993.52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NASDAQ最高是508 或者506 而历史的高是5132点 这是三月份2000年创下的 那么这个盘整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图一的话 基本上是横盘多日 我们面临一个抉择 面临一个抉择 今天要么向上突破 或者向下突破 短期我们就可以会看到结果 那么NASDAQ最近还是保持很强 最低呢也不跌破这个8天的均线 显示大盘有非常强的这个holding momentum这个holding 下面呢我想跟大家讲第二张图 就是S&P500 昨天我曾经提醒过大家 各位关注2103 昨天S&P500最低呢 触及2087.62盘中一度跳水 但是随后呢出现了反弹 到2103点这个点位 非常非常的标准 那么这个点位还是 我也看不出什么太bearish的一个性 但是我对整个的三月股市 依然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我觉得昨天这个美元指数呢 创出11年半的新高 欧元一度跌穿1.10 分析师已经给出了这个 他们说只是when不是if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欧元呢 迟早要会跌向一点 迟早会跌向这个 1美元兑换1欧元 而不是说是不是 而是什么时候达到这个问题 美元的强劲的一个走势呢 对美国的上市公司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上市公司 像苹果的话 这一次汇率的话 就可能顺失1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钱 所以大家都要警惕 所以苹果昨天是跌了 而且是领跌 但是大盘呢 还是不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 下面就是个美元指数 在盘整了多月以后呢 多天以后呢 整个的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breakout breakout DMI指标呢 这是我经常看的 很多朋友问我 Warrant你看什么指标 是不是需要看MACD ISI Sochastics Momentum Index 我个人用两个指标 ISI和DMI 我喜欢这个trending markets trending markets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喜欢一个有趋势的市场 如果一直涨 我们就非常好做 如果一直跌 也非常好做 最怕就不死不活的一个盘整的行情 现在大家有人谈这个old tech 他们觉得old tech比较安全 比如说像Cisco啊 Network Appliance啊 这些2000年的一个大零 但是现在的走势啊 真的是没人 除了机构在那边玩 散户兴趣不大 散户兴趣不大 这个USDollar 大家可以看图三走势 非常的标准 向上一个breakout以后呢 这个连续拉出两根阳线 美元的强势呢 还是在继续 因为现在整个的全球经济都在下滑 昨天李克强总理 在这个中国的两大会议当中指出 中国的growth rates可能是7个percent 而不是原来的7.5个percent 那么欧盟主席 欧元主席 欧洲央行主席 德拉吉表示呢 将会动用600亿欧元来做量化宽松 那么这也是使得这个汇率呢 使得现在美国是加息 其他国家都是在减息 印度央行也在前期宣布减息 中国也宣布减息 那么只有美国是准备加息的 所以美元的指数呢 强势了依旧 这个是no doubt about it 不用去怀疑 所以我们坑着美元走 当然美元指数 如果你买UUP啊 UUP的Option啊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慢 如果你去赌这个汇率的话 那么做外汇broker 他们这个整个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 当然如果经常做短线的话 经常可能会判断错误 判断错误 下面呢 我想跟大家讲这个Apple Computer Apple Computer昨天是下跌的 这一点有点让投资者感到意外 当时我已经解释出了 而且量呢 已经抬头了 抬头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个警讯 那么很多朋友说 Warrant老师你最近买了这个Apple你怎么看 那么我有VXX 所以我对Apple呢 下跌的没有太大的警惕 既然进了 当时是认为会有一个break out 当时也曾想出场 但是too late maybe too late 那么上周 下周一呢将有Apple Watch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新闻发布会 但是我觉得呢 不会有特别的一些东西 Apple在业绩公布完以后 曾经有一个大的一个跳空 这个缺口依然可能 在115到112区间 会被填补 那么我的 我的call呢 是在104附近 104附近 下面呢我要讲 现在我在最近的这个传观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重仓了 我是为了关注一个LL Limber Liquidators Liquidators 这个木地板的家具连锁公司 这家股票呢 是在昨天呢 继续下挫5.08%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准备去破产的节奏 那么 Limber Liquidators呢 这个股价呢 是连续四天的下跌 我个人觉得 现在做空的人非常多 我昨天试图是去买他的股票的 sell short 但是买不到 那我买了这个puts 我这个puts呢 在33.42回购 34块钱再进去再买puts 我觉得这个股票的格局呢 就是有非常的一个trending 那我觉得 可能会 也许很多 心血股票的朋友 不适应这种格局 但是我觉得 随着政府的调查 而且我昨天跟我们的VIP会员 都发了一个 都发了一个60分钟 60minutes的CBS的一个program 讲到这个Limber Liquidator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60minutes 而且我在我的微信群上 大家可以看到扫描一下我微信 好像是在江苏吧 OK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LL LL的股价呢 是来到33.41 这个前期有一个月线上的一个支撑 那么从这个头肩顶的一个向下突破 有一个大的一个缺口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大家不要去寻找过多的支撑 在支撑点位置 是我们把一些puts cover 然后再找 在涨上来之后 我们继续买puts 我觉得LL已经是必死的节奏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政府调查 然后short seller拼命攻击 你怎么反手呢 你通过一个broker 去recommend buy 一个和他有投行关系的 这个分析师来跳出来说 这是一个好的买进的机会 大家想一想 结果这个股价还是往下走 结果政府还在调查 纽约州在调查 联邦准备在调查 而且大家看这个60minutes 非常的骇人听闻 所有的这个C 有一个叫CAR的地板 结果是 上面写是符合加州的 环境保护法的标准 结果这个地板的这个 这个经理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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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这个是比较害人听闻的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 假货实在太多 使得这个美国的投资人 对中国的股票不在 不敢不敢 中国公司不敢 中国的产品不敢相信了 但是我我们 doesn't matter 我们可以通过puts 如果他跌到两块钱 我们赚多少利润呢 我们赚多少利润呢 对吧 呃 所以我觉得他是四面楚歌 啊 面临绝境的地方 那我们不要对他客气 啊 不要对他客气 没有必要客气 我们也不要想的是 他什么时候支撑 我们在支撑 是cover 然后再去 再涨上去 反弹一下 有很多朋友 在60块钱买的puts 他赚了三一倍 他现在准备回购了 很理解 那么这个会造成 他的股价的有所反弹 但这个股价的反弹呢 是非常非常展示的 啊 最后一张图呢 就是关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昨天冲高回落 但是尾盘呢 再度拉高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看一下图 这个break out 第一个压力 就是这一根虚线 啊 如果向上突破的话 我们就要填补缺口 在90附近 啊 我个人觉得 这次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很多朋友说 我真的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昨天你说 坟高卖出 坟低买入 啊 那你现在怎么看 那我个人感觉 还是你还是 如果涨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买它空 然后跌的时候 还是要买它涨 我认为这个苹果 呃 对不起 这个阿里巴巴 在3月15号 18号 他的新的股票 出来的时候呢 股价呢 依然会有压力 依然会有压力 现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只是他跌的比较多 从最高点的120块钱 一路跌到80块钱 整整跌了40块钱 如果按照节奏来看的话 如果按照percentage来看的话 已经接近30到35个percent附近的一个下调 那么这个下调必然有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不是说 它已经要想起了做多的这个这个冲锋号 而更多的它是一个超跌反弹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继续啊 对阿里巴巴感到悲观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大家周五愉快 好的 欢迎回来 下面请将镜头交给我们前方记者 看他们在纽约的Traders Expo 发回了这些精彩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gie 我是Lisa 我们现在呢 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万豪酒店 为您带来2015年金融秀之 金融交易员大展的独家现场报道 而本次的展会呢 是我们中文投资网 为您带来的2015年独家高端访问的第二站 Lisa 我们本次展会有什么看点呢 本次维基三天的展会上 我们不仅和多位金牌交易员 有面对面的交流 也会为您带来多位美国股市专家的独家访问 相信这些美国股市最前沿的信息 能够帮助您在2015年的投资中 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Price Higley是Higley投资 和BigTrends.com的创始人 他的著作 Big Trends in Trading 也是亚马逊图书的畅销冠军 他也经常做客 CNBC Fox News Bloomberg等财经媒体 分享他最新的投资理念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Price Higley本人 为我们解读一下最新的投资趋势 Hi Price, how are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Well,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successful speech My Favorite Strategies for Weekly Options So I want to ask you Do you think the weekly options Can protect the short-term long position For like Apple or Google? Absolutely I mean, we recommend weekly options For all kind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Whether it's for protection with a put option Whether it's for creating income Off of the stock that you own Or whether it's for just creating a position When you don't have one yet And you'd like to get exposure To an Apple or a Google So it gives you so many different choices Weeklies are clearly My Favorite Trading Vehicle That's good And is it risky To trade weekly options? It can be Especially if you don't educate yourself So we always advocate Getting educated first That's why I do these talks To try to share with people How to learn more about weeklies But once you start to understand it And you use proper money management That is you don't get too much money Into any one trade You can control your risk based on the amount that you invest Right, right So for individual investors What's the big difference in trading option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stock trading? Good questio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assume that you can just buy an option And hold on to it But it's very different than a stock Because an option is an expiring asset So eventually it's going to hit an expiration If it doesn't move And you bought an option It's not going to have benefited you It might hurt you So our view is that you want to find trends That is meaningful moves up or down And that's where option traders can get leverage Against what the stock is doing So the trend phases Is where as an option buyer You tend to make your best results Thank you Next question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Alibaba Since Alibaba stock price has hit a new bottom low Since its IPO The earnings were not good And the lawsuit has scared some investors So what is your advice on trading Alibaba stock For like those investors who are already trapped in Alibaba How can they minimize their loss by option strategy Right with options I mean obviously you know People have to decide what's the right long-term strategy But with options in the short term You know Alibaba had a bad earnings reaction And with that news you mentioned But bottom line is they could be selling a call option As one strategy to generate extra returns And extra cushion against further losses So for example if the stock's at whatever $90 for a round number And you sell a 90 call 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400 or $500 per contract Fo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to a month out And so that way you could be getting maybe 5% a month back While you're waiting for the stock to recover So it's a strategy The cover calls is what that's Cover call writing or selling of that cover call Is what that's known as And that's a way that you can moderate The volatility of a situation like that If you believe in the long-term story And you think it can come back eventually But it might be bumpy in the meantime Cover calls is a really good way to go Right Alibaba's stock is having its lockup period Ends on March 18th I think So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selling on Alibaba's stock Yeah I think that's a concern So getting through the lockup is always a concern With any of the IPOs You got to remember I mean even like Facebook when they IPO The stock dropped in half after the IPO So coming off of IPOs UsUsually there's kind of an excitement That has to cool off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obviously I would suggest that yes After the lockup It probably is a little bit better time to consider it But we're still going to work off the effects of that earnings The earnings was one of those So a lot of times it will linger until the next earnings report And the next quarter It would probably be the big next event to watch I would think Alright thank you Last question I want to ask about Apple Since Apple's stock price has hit an all-time high So what kind of options strategies can investors use To hedge their risk in trading Apple stock? Okay that's a good one So basically if you like the stock But you're worried that maybe it's too high And what you can do is what we call a caller Which means you sell a call But then you use the proceeds of that call To go buy a put So that way you can actually If you think it's going to basically not go up too much more But then you think it could go down a bunch Or it might just flatten out for a while Then you basically can do that For a relatively little to no cost So the caller strategy Is a wonderful one to look into For people who have good gains Don't want to For tax reasons or otherwise Don't want to sell just yet And they can still maintain their stock And then protect it and hedge it Within a defined range For very little to no cos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hank you very much